然后在small index 然后ifl 那做出来的结果就类似像一班 有没有 二班 三班 那当然将来如果说 你们有那个资料类似像这样 可能不是一班二班 也是哪个部门 比如说总务处 总务部 然后等等 或者是还有月份的 一月二月三月 很多月份 然后你希望把一月的资料 就把它捞到这边来的话 那其实做法上都一样 那可能你多做几次 因为这个部分呢 其实是真的有那么一点难度 所以呢 请各位也许 可以试试看一样 indirect 如果用indirect 可不可以 也可以 那做法上面当然第一个 indirect 我干脆直接用这边if来改好了 if 那这边的话呢 我把它 把这三个重来一下 indirect 那一样啦 我们一幅应该没问题 那small 可能同学 好像状况会比较多啦 所以我们一样 small部分 我再做一次 剪下来 对不对 插入一个 small 在统计里面 有一个small 就是比对它的大小的 那这边的话呢 找到那个small的这个 函数之后的话呢 那我们就 在这里 small ok 那特别注意哦 它要的是一个array 所以刚刚我们比对 只有一个储存格 A2跟H2比 所以不是一个array 不是一个范围 所以你必须怎么样 跟它讲 我要的 你要给它的是一个范围 所以贴上了之后 那记得改哪里呢 这个 比对的是比对这个范围 我要比的是这里啦 ok 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改 改完之后按F4 锁起来 为什么 因为等一下会向右向下 告诉它说 我要比的不是一格而已哦 我要比的是这么多个 你帮我比比看 那比完之后 告诉我什么 在这里 告诉我它是在第几列 就是这样的讯息 所以这个列 刚刚是roll-4 把它改成哪一列 那哪一列的话呢 直接怎么样 把刮5里面 再用选的 选A2到A12 一样呢 把这个记得锁起来 因为等一下 如果你没有锁起来 等一下向右向下会跑掉 ok 好了之后呢 再来就是第几 K就是第几小 所以刚刚同学问到 其实这里先打个roll roll的好处就是 等一下你向下填满 这个5啦 有没有 因为现在你在第五列嘛 你把它减掉4 它就会把它 最小的那一列 其实就2 表示说呢 它帮你找到了 比对的结果 第二列是一般 然后后面可能有 哪一个 第二列 第三 第四 第四不是 第五 所以它会2 3 5 一直帮你排 反正小的排前面 大的排后面 那英文字也是排后面 最小 最后面的 ok 按确定 那确定之后 记得哦 很重要一点 就是请你一定要 control-ship-giant 外面一定要包一个大刮户 不是自己打的哦 做好之后向右 向下 那这个时候它怎么样 会帮你抓到 第二列 第三列 第五列 因为第四列不是 它是N嘛 所以它会排在下面 啊 以此类推 所以这个时候 当然你 上面下拉 应该也会有变化了 第四列 是不是 二班 没错 第六列 二班 ok 所以利用这样的方式 可以帮你比啦 比完之后 告诉你哪一列 是一班 或二班 或三班 那根据哪里呢 根据的就是 H2 里面的 所以H2 也是锁住了 ok 好 那再来 刚刚我们后面 是用index加ifl 可是如果今天呢 我希望改成什么 改成interact 那interact应该有印象吧 interact实际上 它抓资料的方式是 如果我今天要抓 用interact的话 基本上 它会跟你要的讯息是 你的 除了列之外 它是在哪一栏 比如说我要抓的是 这个 比如说 我今天用的是 第一 假设这个地方 是一班好了 把它改一般 那一般的话 如果姓名的话 它是在第二列 是没错 第二列 可是在哪里呢 是在B栏的 第二列 那interact 你必须给它一个文字 那那个文字 前面是B 后面是2 有没有 然后这个也是2 不过这个是C2 C2 这个是D2 E2 那以一字类对 底下的话3 3的话就是B3 C3 以此类对 D3 E3 所以呢 如果你要用interact 你必须前面 先串一个文字 那个文字的话是B栏 所以前面有讲过 如果你要产生这个B栏的话 是用什么方式可以产生呢 前面好像还有跟各位讲过 就是说我们可以利用那个文字里面的那个这个 这个 就是字元 那我怎么知道那个B这个字元 它你可以查那个ASCII code内码表 或者你不知道没关系 你按确定之后 你在这个number里面 输入65 它就是A 那如果你要B的话 就是66 对不对 那你就是将来怎么样 要把这个 这个 B 这一栏的名称 把它变出来 再串它现在的列号 这样子就可以把资料抓过来了 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吧 反正现在small已经帮你抓到列了 你再把栏放在前面 这样子的话就完成 可是栏 我们刚刚有利用到一个column 它会抓到的是它现在的栏数 那你只要怎么样 把它现在的栏数 比如说第七栏 那如果你是要抓的是B栏的话 那你就可以怎么样 在这里动个手脚 反正抓回来是B就可以了 那我做一次给各位看 如果以现在这样 我一样把那个公式减下来 然后呢 插入一个 这个检视与参照里面的那个 这个index 所以在这里 把公式 这里的话就是一个referent test 那列我已经有了 列的话呢 其实就是刚刚那个公式 蓝来蓝 我不知道 我其实可以用CHAR 前刮壶 那我只知道我现在的column 所以你就在里面放一个column 小瓜糊 会抓到的是G G的话是第七栏 所以回来应该是7 那你再加上一个数字 7加多少 会是B的话是66 所以7再加上多少 59嘛 对不对 有没有 它现在是第七栏 7加上59 把这个加在一起之后的话 它就会是66了 所以后面再加一个后瓜糊 有没有看到 B就出来 那如果说我等一下这个column 向右的话 那变成第八 有没有 8再加59 那就怎么样 8加59的话 如果这个假设是8好了 有没有 就C 就C的内栏 那如果再过去9 9的话呢 那就D嘛 一之类推 所以其实 这些主要 就是把这些 你可以看得到的函数 反正 把你要的东西 变出来之后 那它就可以帮你 把你要的资料 给抓过来 所以这个 column之后的话 然后按 后面当然只有B栏 还要哪一列 and 记得串接 把刚刚的small 贴到后面去 那你会发现 B2就产生了 然后按个确定 向右 向下 资料出来 最后的话怎么样 再把这个公司 用什么呢 用那个 if air 再把它过滤一下 那结果呢 就是我们要的 所以逻辑里面 if air 然后一样贴上 然后 过滤成没有东西 那就可以把错误的部分 把它整个呢 去掉 刚刚露掉一个 油压只能选一个 选一个 然后再减下 公式 再过滤的话 这个部分就完成了 所以请各位 试一下 这个地方 把这个贴上 然后双引号 就是把它清除 如果有错误的话 把它清除掉 向右向下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很快的 把这个结果给做出来 一班 二班 三班 所以呢 用那个什么呢 因子 也可以 所以因子 会多一个chart 然后 column 加上59 后面串哪一列 也可以把结果给做出来 那画面先 还给各位一下 那待会当然也可以用VBA 你会发现VBA 我不晓得你会不会觉得 可能比较简单一些些 它这个就是 其实这个背后就是 一个按钮 也可以抓到资料 画面先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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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